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家庭版简单又好吃的纸杯蛋糕 蓬松轩软,现烤现吃,特别的香 家里小朋友一室就能吃好几个 先准备两个无水无油的大碗 五个鸡蛋,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将蛋清和蛋黄分离 分离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整个蛋清中不能掺杂一点点蛋黄 否则整个蛋清就会打发不起来 在蛋黄中加入45克纯牛奶,40克英米油 或者味道轻一点的食用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筛入85克的低筋面粉 用这一支型手法给它搅拌到没有干粉就可以了 蛋清中加几滴白素或者淋漫质去腥 用打蛋器先打到起大泡的状态 70个白砂糖分三次加入 打到大泡全部变成细腻的小泡石再倒入第二次白糖 继续打发到有纹路的状态再加入第三次白糖 然后直接打发到继续打蛋器有弯钩的状态就可以了 没有电动打蛋器的话也可以手动用矿圈水平也是可以的 打发好的蛋清分两次加入到蛋黄糊中 不要打圈一定要用翻拌的手法给它快速的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后全部放入纸杯中 加了8分满就可以 烤盘中切上一层油纸 把纸杯全部摆上来 清正几下烤盘 烤箱提前130度预热10分钟把烤盘放进去 先上下火130度烤20分钟 再转160度烤35分钟 出炉前再焖5分钟就可以了 具体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家的烤箱再做调整 自己烤的吃的放心 随时随烤也非常的方便 喜欢的话你也试试吧